悬疑港剧《黑心风暴》目前正播,林峰继《星辰大海》与《倚天屠龙记》后再当男一号。 在半年内,临街上映了三部剧,三部电影,看起来林峰在内地发展的势头正猛。 但可惜的是,他所主演的作品《走量不保质》,反响皆不如意。 《反弹风暴4》被打上烂片的标签,电影《倚天屠龙记》两部被朝年纪, 目前正播的《黑心风暴》也被吐槽演技退步,浮于表面。 11位港星齐聚打情怀牌,大概是《黑心风暴》这部剧目前的最大看点了。 说起来,港圈没落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。 2021年,有港瑜记者曾公开表示,当时有多达600位艺人处于失业的状态, TVB的老牌艺人没戏拍是常态,更有甚者为了养家糊口,转行当起了外卖员。 相比之下,那些早早就转至内地发展的港星实在是聪明得多。 虽然过去的局面难以挽回,但靠着过往打下的名声,在内地立足至少不缺戏拍。 而其中,有先见之明的大部分人甚至还搞起了副业, 仅仅是跑一次商演就能捞到不少钱。 有最帅张无忌之称的吴启华,就是早早转至内地发展的那一批过气港星。 此次,他在《黑金风暴》中也有出演, 已经58岁的他助演有数,气质甚至不输男主林峰。 值得一提的是,林峰在近期上映的电影《倚天屠龙记》中, 也饰演了张无忌一角。 只是,相比年轻时英俊潇洒的吴启华,林峰这一版的张无忌少了一些少年气, 因为年纪太大的原因,很难让人入戏,所以观众并不满意, 甚至还吐槽歧视,历史最烂的版本。 回想起吴启华版的《倚天》,那已经是21年前的事情了。 那个时候的吴启华37岁,尽管不算年轻,但颜值扛打, 在没有美颜滤镜的年代,依旧揽获了无数观众的心。 当然,在30家甚至是近40岁的年纪才走红,算是大气完成了。 从1982年正式进入TVB,到1998年因妙手人心获关注。 吴启华在若杭后的前16年里,事业发展并无明显起色, 相比作品演员的身份,他在戏外花花公子的名号要更出名。 从亮绝舞台山的蓝杰英,到贱美小姐和美婷, 再到孔雀公主金巧巧,吴启华身边的桃花就没有断过, 连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,交往的女友多到数不清。 不过,交往过诸多女友的吴启华, 在爱情上却并没有一个圆满的归宿, 如今已经58岁的他依旧是孤身一人。 但好在,爱情的缺失有亲情来弥补, 吴启华对自己的女儿十分宠爱, 几乎是有求必应。 甚至有网友八出,他给只有十二岁的女儿零花钱, 一个月便高达二十万。 说起来,吴启华之所以如此溺爱女儿, 沦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儿奴, 或许与他不受代价的悲惨童年有关。 谁能想到,出生在富裕家庭中, 本该过着前呼后拥的少爷生活的吴启华, 自小是被父母丢弃在仆人堆里长大的。 父母迷信他与父亲的八字不合, 认为他会克服, 所以吴启华自小就不受待见。 在其他兄弟被爱与温远包围时, 吴启华感受到的只有无尽的冷漠。 因为被父母的长时间冷漠对待, 忍受不住的吴启华在十二岁时, 曾带着自己的三个兄弟离家出走过。 但用这样的方式来反抗父母的, 吴启华依旧没有受到重视。 在出走到奶奶家后, 得知消息的父母前来领走了三个兄弟, 唯独把吴启华留下了。 好在,奶奶并不像父母那般迷信, 而吴启华的三个兄弟也没有受到父母的影响而排挤他, 所以吴启华的童年至少还能感受到家人的温情。 在奶奶家生活, 不用看父母的脸色, 可以随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 但对于吴启华来说自在地得。 但也不知是不是因为缺失了父母的教育, 所以吴启华的性子十分顽劣, 在上学期间便没少惹事打架。 都都是常有的事情, 甚至还会震动老师。 这样的胡闹校园生活持续了很久, 直到出国留学后, 他才有所抽脸。 留学归来后, 吴启华便进入了TVB, 做起了演员。 此时的他年仅18岁, 正值青春年少, 长相气质尤为出众。 吴家父母虽然没有给予他原生家庭的爱, 但却给了他一副漂亮的皮囊。 正因如此, 吴启华的身边桃花不断, 则有美女环绕。 有亮觉舞台山之称的蓝结英, 是吴启华传闻中的初恋女友, 二人是TVB同期的训练生, 长相气质都极为相配, 不过对于这段恋情, 吴启华予以了否认。 他表示, 自己与蓝结英只是朋友, 所谓的初恋只是媒体记者在乱写而已。 1985年, 也就是吴启华出道的第三年, 他与健美小姐和美婷相恋, 但这段感情仅仅持续了一年的时间, 而在分手后没多久, 他便爱上了合作, 书见恩仇录的, 而相识的李美贤。 吴启华与李美贤的结合, 可谓是男才女貌, 只可惜是二人因戏结缘, 将戏中的感情延伸到戏外, 很难有好结果, 等到出戏梦醒, 所有的感情也就消散了。 虽然分道扬镳的结局太过可惜, 但分手对于吴启华来说伤害不大, 他总是能尽快地从上一段恋情中抽离出来, 再与李美侠分开后没多久, 吴启华又开始另立心欢, 那段时间他因受骗, 拍摄了风月片而身心受创, 于是便前往泰国调软心情, 这趟泰国之旅让吴启华邂逅附加千金, 吴启华二人相爱之后便领证结婚。 在爱情里, 一向占据主导地位的吴启华, 这一次竟然做了倒叉门的女婿, 由此有人觉得, 他是真的收了心, 在与吴启华结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 吴启华都没有在拍戏, 而是一心陪在妻子身边, 然而这场跨国恋情爱得轰轰烈烈, 最终却依旧是以分道扬镳收尾, 吴启华与吴启华的婚姻仅仅持续了五年。 离婚之后, 吴启华重返演艺圈, 并重新与TVB搭建了合作, 也就是在这时, 他拍摄了妙手人心, 这部剧让他的视野有了起色, 因为角色的善良与专一, 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喜爱, 吴启华还得了个尸奶杀手的称号, 本以为在经历几番情感波折, 事业有好不容易有上升的势头后, 吴启华可以收心并专心做演员, 但没想到他的多情本性未变, 在拍戏过程中, 又先后和金巧巧, 龙永贤走到一起, 其中, 龙永贤在与其交往时才仅仅15岁。 与未成年人相恋, 难免会遭人指点, 舆论的指责是少不了了, 加之吴启华本就多情善变, 所以他对龙永贤的爱意, 也并没有持续太久, 很快两人就分手了。 至于金巧巧, 这二人原本已经谈婚论嫁那一步, 但因为一些小事闹了些口舌, 气上心头的金巧巧, 当即便收拾行李离开了二人住处, 而吴启华也并没有挽留他, 就这样, 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。 直到2007年, 吴启华才再次结婚, 这次他娶了小21岁的女星石阳子, 婚后的第二年, 石阳子为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, 吴启华的生活终于走上正轨。 幸福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七年后, 吴启华终究没能度过七年之痒, 在拍戏期间, 和黄欣颖传出绯闻, 与此同时, 石阳子也被曝出, 在婚后的七年时间里, 他挥金无度, 败光了吴启华的武艺家产, 由此二人夫妻情断。 在离婚之后, 吴启华的事业也开始走下坡路, 随着新人的崛起, 与港圈的逐渐落寞, 吴启华风光不在, 甚至少有戏拍。 出于对未来的考虑, 他开始向内地发展, 尽管难再回巅峰, 但早年打下的名气仍在, 所以他的商业邀约不断, 凭这一次又一场的演出, 如今吴启华的日子也过得十分舒坦, 至少比那些仍在港圈, 发展, 却无戏可拍, 只能靠送外卖赚钱的老艺人要强得多。 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, 58岁他始终孤身一人, 不知吴启华今后是否还有再婚的计划。 好了,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, 能够看到这里,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,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, 留言, 订阅。